營會區的區域 高烈紀南台下跟這段時間 就兩項基盤一項秀營會的地區 這段時間地區正是邀請到日本愛會人事 來臺灣進行一項 竟是跟營會的交流地區 由愛的地區搭配到有美的時事 正是相當固埋 尤其美中不足的是 首都聯絡軍立法的干流影響 八地營會跟他只開了二三下 不過雖然說減少美的火海不破 高愛的事事地會 也是去美酒民酒 正王參加 來到營會的手下 我在頭花一千三個六 來自國地時人 用事事來擴養營會的水 南道官國地區六十位地藝術 在營會手拿裡面排上地道 用上好的地 各國地有客共同分享 雖然營會手拿中 火花也沒很多 但國愛的情境一樣人進去 山青 還有火 還有好茶 還有好喝 很好的 對呀 帶菜來出來 帶路朋友出來 都很好的 但是火也沒什麼火 感覺比較沒菜嗎 不會啦 因為如果心情好 怕得到就是都好 這次的就是比較 隨意比較活潑 感覺的氣氛就是比較 比較適合這次就是有 秦恩姐的那種氣氛 日本地名英歌藝人 需要來台現唱 演唱的歌曲 也是專門為台灣春天美景 所剩的一首歌謠 主辦單位也特別選到台灣傳統這間紅色中 都會吃的餚子做點心 並且讓UK自己來收餚子 感受不一樣的台灣收音會氣氛 在廣東有搓湯圓嗎 就沒有 感覺怎麼樣 好好玩啊 覺得哪裡好玩 秦恩人反正也沒有玩過 只有第一次嘛 所以就很好玩 因為這個是甜的啊 喝茶下去才解膩啊 餅乾會比較乾一點吧 這個比較不會那個燥熱啊 台灣特色的一個搓湯圓 跟打麻糬的這樣子的一個 傳統茶食的一個準備 日本也有邀請到這個演歌女王 他也要來發表一首詩叫做《永遠之春》 那這個是專門為台灣的春天 所寫的一首歌 我們用一種台灣詩人一起來參與 台灣的茶藝師一起來參與 呈現出一個春天賞音的一個文化 沒有受到英會的火氣氛後的影響 國安的情景中 不少尤其是享受到年到最后的浪漫氣氛 跟他受英會的民眾也不用失望 雖然八點的影響 也需要一禮拜做遊客的大規 人愛鄉山區的影響 確實已經完全開火 尤其春陽部落這條影響台島 火開到是相當漂亮相當買人 想買太影響 由客戶要把握個機會 接著王家上彩虹報道 再次王家上彩虹報道